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云南不要喝咖啡 我知道新加坡大部分是喝咖啡 大家是喝咖啡还是喝茶 咖啡 咖啡茶都有 两种都有 多喝 喝酒 喝酒 但是云南不喝咖啡只喝茶 因为云南是中国茶的故乡 很多茶是从云南过去的 其中云南最有名的茶是什么茶 普尔茶 最有名的就是每个东西 所以来到这边多喝水多喝茶 但是云南一年四季基本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大家如果有去北京上海那些地方 那边呢雾霾天气比较重 雾霾天气比较重 因为那边的污染比较大 污染比较大 小心 请注意 来 很烧的 这个小心 真的要小心 不要去烫到 小心小心 好酱 嗯 哇 这个很烫 嗯 哇 这个又烫 嗯 这个很烫 我这个不知道这个 这个水有没有 水 这个吃饭 这这个吃饭 蛤 这个吃饭 蛤 这个吃饭 蛤 精进 吃饭 蛤 蛤 蛤 我不懂 他討論 保險公司可以討論 保險公司可以討論 不懂的可以不會討論 誒好像買個好賤 假如我TT這樣過世時 我沒有機會來討論 这个地方叫大理寺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人口的话就不是以白族为主 它是以汉族为主 但是我们一会的话 就直接去到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地方 离大理古城那边比较近 我们一会去的地方离大理古城比较近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的话去我们的海边 参观游览我们的俄海公园 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去吃晚饭 然后就去到我们酒店 然后结束之后 晚上如果有朋友要出去逛的 就可以自己出去逛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 然后明天的话 我们就去参观一下 我们大理非常有名的 昌山地质公园 对 地质公园完了之后 我们下来我们就看时间 我们就吃个饭 然后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但就和我们的师父 一路的往西边走 你们要去到宝山对不对 对 很漂亮 那边我去年才回来很漂亮 然后现在又回到我们大理这个地方 有没有朋友之前来过我们大理的 最高级别的服饰 这个衣服的话在古代 如果你们看天龙八卫的话就知道 古代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理锅 对 然后这个衣服的话是环宫里面的女孩子穿的 像我的话如果在古代的话我就不能穿这个衣服了 因为我的话是农民的子女 然后古代这个衣服的话是给环宫里面的女孩子穿 所以它是我们最高级别的叫风花雪月 我的这个帽子的话就代表了风花雪月 然后刚刚我不是开玩笑 它是真的 大家要带来我们大理这个地方 一定要观察女孩子的这个卖岁 千万不能去碰 一碰的话就说你对这个女孩子有意思 等一下把它娶回去 然后如果你一不小心摸到一个已经结婚了 那就麻烦比较大 那有可能你就要留下来我们这个地方要做苦力 这个是真的 所以尤其我们这个地方风又比较大 我们像巴士如果领我比较近的要小心了 一不小心风就把它吹过去了 然后你就自己找到麻烦了 然后我们风花雪月的话就代表了我这个帽子 但是我听说你们那边风花雪月 好像意思不是很好 好像指的是游乐场所对不对 在你们那边是不是游乐场所 风花雪月 是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风花雪月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大理这个地方 像孵的话它代表的话 这个麦穗就代表风 因为这条河你们看 这条河的是我们俄海的出水口 我们把它叫谢尔河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地丝比较矮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我之前 你们是在走向山的路 下坡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 然后又有一条河在旁边 所以一年世纪的话风很大 这个地方风很大 所以就代表了风 花的话可能你们一路的过来 就看见我们路上有标志 我们刚刚上一个月 在我们大理举行了国际藏花展 我们大理这个地方的话 非常喜欢藏花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也还是看得见很多的藏花在路上 然后我们的帽子呀 衣服呀 裤子呀 这些所秀的话都是藏花 都是藏花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 每隔两年呀四年呀 就会举行一个 要么是国内的 要么是国际的一个藏花展 所以我们白族的女孩子的话 它统称为金花 因为我们喜欢花 然后像我们白族女孩子的话 取名字是非常假旧的 像我们很多 如果我们去到学校里面的话 很多女孩子都是同名 都是同名 有很多的像什么什么花呀 要么是什么梅呀 都是有带有花字的 都有带花这个意思的 然后的话雪和月的话 你们今天的话就天气比较好 好像刚刚我白天出门的时候 天空还看得见 看得见一点月亮 但是我的这个帽子上 它也代表月亮的意思 就是整个帽子的形状 整个帽子的形状就像月亮 那月亮的话 指的就是我们的额海 一会的话 我们能隐隐约约看得见一点额海 我们额海的水的话非常清澈 所以马月的时候 海面上月亮的道义的话很漂亮 所以这个就代表了我们的月 然后雪的话 就是沧桑 你们可以看一点 我们现在大江的这个左手边 这个山就是我们大里 非常有名的沧桑 沧桑 然后山顶上的话有积雪 山顶上有积雪 对 然后这个沧桑的话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是它的第一峰 它走的有19峰 从南到北有19峰 差不多有50公里 差不多有50公里 然后这个沧桑的话 它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保护着我们大里这个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讲不讲风水 我们这边的话很多人建一个房子 就比较讲究风水 然后很多会看风水的人 他一来到我们大里 就是我们大里风水很好 左青楼右白湖 左边的话有沧桑 右边的话有额海 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保护着 市面都是有山回道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海 然后这个海的话 它是大水湖 是可以饮用的 它是大水湖 而且它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是可以咬来直接喝的 像我们 我是大里土生土宅的人 像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在海边 有很多邻居的话 就直接去海里面挑水回来喝 但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比较先进 我们就有沧桑上 直接的那个矿水水场 引到家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就没有去喝这个额海的水 但那个水的话 它是可以被喝的 可以用来搭喝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边的 一个沧桑和额海 然后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看路边的这些房子 其实上有一些房子 看得很漂亮 它的墙的话是白色的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绘画 这些房子的话 都是我们白族的房子 我们大里的话 被称为大里白族自治中 人口的话 是以白族为主 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汉族是少数民族 汉族叫少数民族 然后我们整个大里中的人口 差不多有350万 350万 然后我们白族上的180万 白族上的180万 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话 只有三个地方有白族 一个就是我们云南 还有就贵宗 还有胡拉 其他省份的话是没有白族的 然后我们大里这个地方的话 白族是最早的土著民族 像汉族 然后像今天一会儿可能我们会经过有一些穆斯林 穆斯林的房子可能会建到清真寺 像这一些的话都是后来才跑进来的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民族就比较多 除了白族以为的话还有20多个民族 其中人口比较多的就差不多有13个 然后我们大里的地方的话是没有做工业 没有做工业 所以的话你们可以看天很难 一会儿像车你们可以感受到 呼吸的 呼吸的时候就觉得空气很清新 美与的夜色多沉寂 草原上只流向我的情依一生 想给远方的姑娘 写风行 可惜没有有的 原来爱穿安静 等到千里雪笑容 等到草原上 送来春寒风 因为我们今天一会坐拿车的时候 刚刚在我们拿车上去的那一带的话 有很多的茶树 有一些茶树的话非常矮 比我们的座位还要矮 那些是绿茶 有一些是比较高颗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它像大树一样的很高 然后我们看完那些的话 它就会 我们就会看见很多的松树 有松子 可可达辣 改变了 我呀 也 也 也 姑娘 我们的笔 我们的笔 熟